就是很高兴有这次机会 能在TypeCon跟大家进行一次交流 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一直研究的AI安全这个领域 就是上厕所的同学们不用着急 慢慢来 这个PPT时间比较久 下面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 我们是属于百度安全部下面的安全实验室 然后我这个team主要是研究 都是AI安全相关的一些领域 包括AI模型的工房 以及AI模型的一些保护之类的 然后我们整个百度安全开源了很多开源软件 这里主要列的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 一个是这次介绍到的ADVbox 它其实是一个AI安全模型的一个工具箱 刚才马总介绍的就是可以隐身的T恤 包括我们后面讲的换脸之类的 都是基于这个工具箱去做的 就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下载这个工具箱去玩 主流的深度学习模型应该都支持 而且还是唯一支持PiDol的一个AI模型工具箱 剩下的是MesaLock还有MesaLink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OpenRASP 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开发的 它相当于是一个下一代的WAF引擎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就是我ID其实叫兜哥 但是真名叫刘燕 当时取这个名字主要想法主要是 一个朴素的认识 就是各大的女生嫁的都比较好 然后是叫哥的男生混的都还行 所以给自己取了一个ID叫兜哥 然后我是AI模型团队的负责人 之前研究比较多是外部安全 然后这几年的时候研究AI安全相关领域 然后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比较勤奋的作者 写过一些书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 当然我们团队现在还在招聘 如果有兴趣加入我们团队 研究AI安全的话 可以扫我的二维码 今天我们讲的内容主要是 如何以黑核的形式攻击云端的AI的API 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知道早期的时候 我们的AI模型都是在我们本地的 比如说我们手机上就会有一些AI模型 做人脸的识别 语音的识别 但是训练一个模型 以及运行一个模型 它的消耗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现在比较流行的方式 是把我的AI模型直接放到云端 这样子我大量的移动设备就可以使用它 而且很多的开发者 也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AI能力 而不需要在本地部署一套AI的框架 几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的音箱 你对音箱说的话 它传的内容之类的 或者是你开发了别的应用 都可以调用云端的API进行解析 可以解析图片中有什么样的内容 图像中有什么样的图像之类的 这就是一个云端的AI API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如何去攻击在云端的AI的API 而且是以黑合的方式 大体的思路就是 比如说我要把一个图片 扔到云端进行预测 我在图片上面叠加上一定的扰动 看是否能够欺骗这个云端的API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正常情况下 扔上去的是一个猫的图片 它返回给我的是一个猫的概率 比如说是0.99 然后如果我在这个图片上 精心地叠加一些扰动 它就可能会变成别的东西 比如说一个烤面包机 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架构 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不同的攻击模式 在攻击AI模型里面 最简单的一种模式是白鹤攻击 所谓的白鹤攻击呢 就是我对整个AI模型都是了解的 无论是它的网络架构 甚至于是每层的参数 我都是了解的 并且我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访问 它的输入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说白鹤攻击是相对难度低的 稍微困难一点的呢 就是所谓的黑鹤攻击 黑鹤攻击呢 首先我并不知道 我攻击的模型是什么样子的 我也不知道它的架构 我刚然也不知道它的参数 我唯一能够做的呢 就是能够没有限制的访问它的输入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康泛的条件 我们后面可以介绍到的 就是攻击云端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黑鹤攻击 但是会更加困难 困难点 除了我并不知道模型本身的结构 它的参数 我甚至于还要遭受到 未知的预处理过程 比如说我认上去的一个图片 它可能会被去造 可能会被拉伸 可能会被中间抠出来一个图 这都是会发生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我在访问云端的时候 是通过网络访问的 所以说我对它的访问 不可能以很大的频率 我的QPS会受限制 我累计调用的次数也会限制 所以说攻击云端是非常困难的 这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给我们一个错误的感觉 以为就是我把模型 如果放在云端 会比放在本地安全很多 似乎这也是符合逻辑的 但我们在后面会证明 这种错误的安全感 它的存在 顺便说一下 刚才那个图就是 我在好像是摄像机 戴飞康还是哪个会议上看到的 段老师介绍这个图 他拿这个图的意思 当时的说法就是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他有义务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当然这说的比较大 对于我来说的话 作为一个安全工作者 我们其实是有义务揭示 漏洞的存在 因为你只有揭示了 漏洞的存在 才能真正推出漏洞的去修复 好 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 黑核攻击用来这种形式 由于是黑核 我们对模型的结构不了解 参数不了解 所以说一个最自然的想法 就是我们攻击它 就只能通过不断的尝试 所以说最简单的 也是最常见的 黑核攻击方式 就是基于查询的 我们对整个模型的结构的了解 完全来自于我的不停的攻击尝试 或者说我不停的访问 我在很多访问过程中 不断的去了解这个模型的结构 甚至于其他的参数 然后另外 我攻击它的过程 也要通过很多次查询才行 所以说基于查询的攻击 有个特点就是 我需要大量的查询 来掌握我模型的结构 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我要生成一个低分辨率的攻击图片 有可能要几千次查询 如果我要生成一个高分辨率的图片 有可能我要十几万次 甚至上百万次才能生成 下面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在一个论文里面 他们成功的攻击 它的概率达到95% 但是每次平均的要查询十万次 才能达到这次攻击 这其实带来两个问题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查询次数这么多 但是云端的API 会限制你查询的次数 所以你会特别特别慢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 会特别贵 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查询 其实都收费的 通常可能是查询一千次 说你十块或者是几块钱 如果十几万次 你攻击一张图片 可能都要几百块钱 所以说这种查询 它是又慢 而且是成本很高的 如果你要攻击 比如说一千 或者一万张照片 大家可以想象到 我会有多大的成本 因此我们觉得 这种基于查询的攻击方式 它有比较大的缺陷 一个是慢 一个是成本高 另外一种就是 比较容易想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迁移学习 或者迁移攻击 这个朴素的认识在于什么呢 就是大量的开源模型的结构 它是相似的 同样的 一个攻击样本 如果能攻击模型A 它也会一定的概率 能够成功的攻击模型B 这其实就是迁移攻击的一个原理 它的原理其实来自于迁移学习 在基确学习我认为 就是在一个任务里面 表现比较好的模型 因为稍微的微调 在其他的视觉任务 尤其是接近的视觉任务里面 表现也会比较好 这可能说的比较抽象 比如说我以前的模型 识别猫和狗比较给力 那么我把它迁移去学习狗和猪 它的成功力也会比较高 这里在迁移攻击里面 也是同样的原理 如果我一个攻击样本 攻击模型A的成功概率会比较高 那同样的 这个样本是攻击结构 相似的模型B 它的成功概率也会比较高 下面这个表格里面 其实就列出了我们攻击的一个统计 这是当宋教授他们一个统计 这个绿点确实小了一点 大家可以凑合了看 竖的这一列就是我当时说的模型A 也就是我们手上已经拿到的开源模型 我们针对竖的这一列模型 会去生成我们的对抗样本 横的那一列就是我们要将去攻击的模型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手上拿的是五种 攻击的也是五种 斜的这一列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所有的数值表明的就是 我能够成功识别的概率 这个概率越高 表明我攻击越失败 如果概率越低 表明我攻击的越成功 因为我攻击的目的是为了 让你的模型识别错误 大家可以看到 斜的这一列 比如说第一列 攻击的源是Resnet 152 目标也是152 我攻击成功率接近于100% 也就是说我的识别率是0 这点再次重申一下 这个值越低 表明你的攻击成功率越高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是我的已知模型 和正好我被攻击的模型完全一样 基本上 可以说是100%可以把攻击破 但我们斜的看 可以看到 同样的是用Resnet 152 攻击别的模型 它的识别率也很低 这其实揭露了一点 就是我们在做迁移学习 或者迁移攻击的时候 模型的结构越接近 其实我的攻击成功率也会越高 但是迁移学习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刚才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上拿到的这些开源模型 都是做图像分类的 而且都是做的 ImagineNet那1000个分类 事实上如果我是 也是攻击这种图像分类 也是攻击ImagineNet这种 我用同样的方式 我的攻击成功率是很高的 但是在事实的生活中呢 比如说我要攻击的是一个图像审核 或者是做了一个车辆审核的一个服务 我手上基本上不可能拿到 这么多的开源的模型去攻击 所以说这是迁移学习的一个弊端 我手上必须能够掌握到 足够多的开源模型来进行迁移攻击 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虽然这个表格大家可以看到 攻击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但是在真的过程中 其实可以发现 别的模型的攻击的效率 其实没这么高 这个效果是一个比较 经典的实验室效果 也就是说 现一学习有很大的作用 但在实际的工作中 它确实会有一些的影响在里面 下面就是提出了 就是我们的一种攻击方式 我们的比较理想的情况在于什么呢 就是首先 我是能够攻击云端的API 另外一方面呢 我希望我攻击的任务 是可以随意去定制的 比如说我既然既可以攻击猫和狗 我也可以攻击你识别牛和猪 我也可以识别宝马和奔驰 我希望我攻击的任务是可以改变的 当然 细心的同学可以关照到 我们之前其实演讲的题目 是攻击的另外一类图像识别 但是在我国的环境下我们得讲一些电视台能播的东西 不能讲一些电视台不能播的东西 所以说这次举的例子 我们讲的是如何攻击 图像识别中的识别猫和狗之类的 其实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攻击车辆的识别 可以别的图像的识别 好 下面还是重点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攻击 我们提出一种新的攻击方式 这种方式呢 首先我们是基于一种替身的学习 另外一方面我们一个改进点 对于替身模型的学习 我们是基于一种R2DL的技术 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呢 之前介绍到无论是基于查询的 还是基于迁移的都有各种弊端 比如说基于黑核攻击 我要查询很多次 基于迁移学习呢 又得掌握足够多的功能相同的开源模型 那在实际的攻击中 这两点其实都很难去满足 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 比如说如何去减少我攻击次数 如果我本地本来就有一个 跟云端类似的模型 我直接攻击它就不得了吗 我查询的次数就很少 所以说就会有这种 替身攻击的一种想法 最早提出替身攻击的是 应该是18年 GoodFinal 它会这个比较有名 我们这个次数也介绍了它 用替身攻击 但是我们的改进点 是在于我们替身模型的训练过程 在他们的论文里面 是需要大量的训练数据集 但是在我们这边的话 经过我们的实验 我们其实只能拿到 比如说100甚至只有50张图片 就可以还原出一个功能 基本上跟云端一样的一个模型了 这得利于我们的R2DL技术 相对于黑盒查询 需要几千次几百次 甚至几百万次查询 我们这个查询 其实只能发生两次 一次就是在打标的过程 因为我手 比如说我手上搜集到足够的图片以后 我会首先去云端进去查询 它会告诉我这是猫还是狗 这是第一次 这是打标的过程 第二次就是我攻击的过程 我用我生成的对话样本 直接攻击云端 所以说平均每张图片 其实我们只查询了两次 另外一点的改进点 就在于就是 我们这个攻击有更大的普世性 不依赖于你手上 一定要掌握 功能相同的开源模型 刚才当然可以看到了 比如说ImagineNet 我们都得完成了1000个分类的图像模型才可以 但是比如说我们后面就要介绍了 比如攻击猫和狗 攻击宝马车之类图像是别 没有这样 目前手上是没有这种开源模型的 但是基于我们这种技术 也可以进行攻击 这是我们相对于一般的 牵移学习的一个优势 好 下面就是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攻击过程 攻击过程很简单 就两步 第一步替身模型的训练 第二步生成对抗样本 下面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如何选择 比较好的提升模型 万丈高楼屏一起 但是我们还是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所以说我们用的是ImagineNet 预训练好的模型 我们朴素的理解在于什么呢 就是如果这个模型本来在图像分类上表现的就比较好 那么它在特征提选能力也比较强 所以说在左右边的这四种 基本上都是可以选择的 比如说从ResNet 152 或者这后面几个都是可以 这四个其实功能类似 大家可以随意选择 我们选择中间的一个 就是ResNet 152 然后我们整个替身学习的过程呢 也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就把我们的攻击过程 简化成个二分类的问题 比如说猫或不是猫 同样的你们也可以用 比如说你要攻击一个图像分类 骑车识别的 是约宝马和奔驰 你就可以简化为是宝马或不是宝马 简化它的问题就可以了 另外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二分类问题 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模型的输出 改为二就可以了 我们训练这个提升模型的时候 是基于在ImagineNet 已经预训练好的Res 152 所以我们只要做微调就行了 不过这点需要强调的在于就是 我们整个模型的每一层 都需要去微调 常见的微调 其实特征提取那部分是不变的 它只是为关心最后一个 全连接那个层 这里就是演示了一个 正常的模型预测的过程 比如说我把一个猫的图片 扔到了神经网络里去 它会输出了两个值 一个是你是猫的概率 另外一个是其他分类的概率 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知道 它应该是个猫 而且概率是0.99 在我们模型训练过程 另外一点就是非常 跟一般的提升学习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并不是拿大量的图片 去云端查询完以后 才能在本地训练出一个模型 我们其实只用拿我们的攻击样本就行了 比如说我要拿我的50张猫的图片 去生成对抗样本 那么我就只用拿这50张猫去训练就可以了 而不会像别的训练方法 拿一千只猫和一千只狗 才能在本地还原出一个完整的模型 这是我们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好 下面我们重点介绍 就是我们整个训练的过程 这里介绍其实是我们打标的过程 首先我们先初始化我们的数据集 我们解决的是一个猫或不是猫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先拿的是 一定数量的猫的图片 另外一部分就是不是猫的图片 可以是大象 可以猪 可以狗 甚至是一辆汽车 都无所谓 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初始化的数据集 然后我们拿这个初始化的数据集 去云端去查询 云端会返回给我个结果 它告诉我从云端的角度讲 这是猫还不是猫 所以说天然的我们就利用了这个结果 把我们的图像进行了个标记 所谓的标记就是把我们这个图像 跟一个物体进行了关联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打标的过程 打标的过程完成以后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打标后的数据集 SEP 我们就利用这个打标后的数据 在我们的本地还原出一个 跟云端功能接近的模型 这就是一个完成一个本地训练的过程 这个公式确实看起来比较讨厌 大家不用太关心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想表明是什么意思 在一个神经网络里面通常会有很多的参数 从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亿的参数都可能有 一个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公理的认为 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的模型参数越少 而且模型的参数的大小越小 那么我的鲁棒性就会越好 为什么呢 就是比如所谓的鲁棒性 就是在我的输入有轻微变化的情况下 不会太大的影响到我的预测的结果 同样的 如果是我的模型的参数本来就比较少 而且比较小 那么同样的扰动的情况下 对我模型的干扰也会比较小 所以说我的模型也会更加鲁棒 这是一个大家一致这么认为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这个公式的所表达的意思就是 除了我们在训练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会用标签去训练它 另外一方面我会去约束它 让它的参数尽可能的小 这个公式的最后一位其实表明就是 我会去约束我模型参数的大小 这个约束的方式呢 或者通常叫什么L2惩罚或者L1惩罚 这倒无所谓 所谓L1惩罚其实就让我们模型 每个参数的大小都会比较小 希望模型的个数也尽可能少 L2的话其实就是 用从一个欧经理得的距离来约束它 这点倒不用太去深究 总的这个原理就是 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 加入了一个约束项 加入约束项以后呢 就能让我们模型的参数尽可能小 另外一点就是 也就是我们AutoDL在这块 起到作用了一点 其实我们用到的是AutoDL 里面的自动先移的一个功能 这一个朴素的理解在于什么呢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老板 他不会最后工作的最后一天 一个项目的最后一天 才告诉你这个项目做得不好 你要做什么改进 一个比较好的老板会怎么做呢 在一个项目中比较关键的时刻 比如说在需求分析 在开发 在最后测试 比较关键的几个时间点 他会给你去看一下 看你去跑偏 这是一个朴素的理解 在我们神经网络训练的时候 也会有这个问题 怎么去理解它呢 这个绿颜色点确实不太明显 比如说在一个正常的训练模型的过程里面 我只会关心你模型的输出 跟我希望的预测值的偏差 比如说一个猫进去 你可能预测是狗 我会告诉你这个模型 你老人家预测错了 你给我改改你的参数 这是一个最经常的过程 而我们做的过程是 在模型训练的一些重要阶段 我都会去纠正你的模型的误差 到具体实现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的神经网络 比较重要的几个输出的点 我都会去看你跟我预想中的值的偏差量 通过这样的约束 可以更好地训练我的模型 直观的感觉就是别人可能需要1000张猫 才能在本地训练出一个跟云端一样的模型 但是我们可能只需要50张猫 就可以训练 因为我们的老板足够了 就像我们的马老板一样 刚才介绍了就是我们如何在本地 训练出一个比较好的模型 当然我们完成这一步以后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在本地已经训练出了一个 跟云端功能几乎完全相似的提升模型 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一个黑核攻击的过程 转化成了一个白核 我们在本地去攻击这个模型 生成对抗样本 下面我们就介绍我们这个算法 在白核攻击里面的一些改进点 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成对抗样本的时候 其实是希望在图片上面 叠加一些干扰点 或者叠加一些扰动以后 让它的分类产生错误 同时我这个图片改成像素点以后 也不会影响到人的分别 比如说还是一张猫 我在上面改几个像素点以后 会让我们的模型识别成狗 它的一个重要点在于 首先我改一些像素点以后 会让机器识别错 第二点是人看起来不太影响 还是这猫 我们现在重点关注是 如何让我们的机器识别错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定义这个损失函数里面 就是这行比较讨厌的地方就是公式比较多 我尽量用大家可以理解的语言 就是说的比较通俗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项 class laws这块 它其实就是我们定义的损失函数 希望我的图片修改后 能够尽量的欺骗模型 它是一个分类错误 第二个点就是我们一个改进点在这块 就是同时我们也希望 在我们的神经网络卷辑的输出里面 它的偏差尽可能的大 后面我们会介绍这个偏移比较大 带来的意义 这里介绍了损失函数 我们其实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让我们的分类产生错误 而我们的future map的laws 却是希望我们的攻击的样本 有更好的通用性 或更好的放缓能力 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 就是第二个future laws 就是希望我们生成的对抗样本 在能欺骗模型A的同时 尽量大的概率也能欺骗模型B 好 下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后面那个点 这是一个常见的介绍 卷辑网络的一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经网络 我们把它细分成几个层 一个基于卷辑的图像试验网络 它其实大多数层是不断地叠在卷辑层 第一层我们觉得就可以定义 它就是一个低级特征的提取层 我们可以称为low level future 它提取的就是低级别的特征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些边缘或者一些纹路 这是在卷辑层第一层做的事情 应该说前几层做的事情 第二层是做的什么事情呢 就是它提取的特征 就是稍微高层次一别 比如说一些深层的纹路 甚至一些眼睛 手的边缘之类的 它是基于这种初级的特征 提取的一些更高级的特征 到第三层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甚至于就已经可以看出 一个完整的猫的一个轮廓了 所以说在第三层的时候 它提取的特征 是可以认为是一种语义级别的 跟高级别的特征 所以说我们在攻击神经网络的时候 我们希望是越靠后面的输出 跟原来的差别越大 那么就意味着 我攻击量本 它偏离的概率也会越大 在越高级别 我如果跟以前的猫差距越大 那么我攻击其他的模型 成功的概率也会越高 所以这里面 我们在前一页的时候 还介绍了一点 我们对不同的层的输出 会随于不同的全值 也就是说越往后的 其实我们会越重视 越往前的 其实我们重视程度会比较低 如果这个模型越靠后面 它跟以前的差别会越大 那么它的轻移攻击能力 也会越强 我们在后面会介绍 通过数字来介绍这个 这里就是我们定义的 Future Nodes的一个 具体的定义 这是个简化的版本 假设我们比较偷懒 我们只关注我们 卷积层的最后一层输出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定义为 就只关心最后一层 如果我们希望 攻击效果比较好 我们会关心 卷积层的中间几层 只不过是越靠前面的 卷积层 我们的权重越低 越靠后面的 卷积层我们的权重越高 中间这是一个 特例化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Tolar 只关心卷积的 最后一层输出 它就会实现起来 比较简单 但效果可是最差的 下面介绍一下 我们实验怎么去做的 我们收集了 100只猫的图片 和100只 其他动物的图片 这个图片呢 全都是从 Imaginite的校验机 拿到的 它有两个好处 首先Imaginite 是个开源的数据集 大家都可以获取 这个数据集是一个 开源公正的 不是我随便找了 100张图片 另外一点 好处在于什么呢 它来自 Imaginite的校验数据集 也说这个数据本身 并没有用于 训练开源的模型 所以它说这个数据 既是公正的 同样也不会影响到 我的模型本身 另外一点的话 我就是为了 适应不同的模型 我把图片 全部就reset成 224x24x3 并且是用RGB的形式 去读取 这就是一个 比较通用的做法 然后我们衡量 我们这个效果 用什么呢 用的就是逃逸率 所谓的逃逸率 比如说 正常的机器学习模型 我扔个图片进去 它可能反复给我 一堆列表 比如说是10个分类 或者是100个分类 每个分类有不同的概率 通常呢 比如说 前概率 从大到小去排序 Top1 就是第一个排名 第一的如果正确 叫做Top1的准确率 如果是从 第一名到第三名 里面 只要有一个对 我们就认为这个话 这个叫Top3的准确概率 比如说 我还是个猫的图片 认进去 如果它返回结果 猫 这概率是0.99 而且是最高 这就是Top1就对了 如果呢 我把猫认进去 反而给我 第一名是猪 第二名是猫 第三名是狗 我们认为 在Top3概率的时候 它还是对的 这里我们以最严格的方式 我们只关心 它返回的第一个结果 如果第一个结果不是猫 我们就认为 我们攻击成功了 所以说我们会把 Top1的错误识别率 认为是我们的衡量指标 我们定为逃逸率 然后我们训练模型本身 用的是REST152 事实上我们当然介绍 REST152 101 和后面的都可以 那四种模型 只要准确率比较高 都可以用 然后呢 我们就基于 现在我们已经训练好了 替身模型 发起了PCD 和我们提出的FFL 和PCD 通常认为PCD 是目前攻击能力 最强的白盒模型 白盒攻击算法 所以我们用它 作为基准 另外一方面 还有一个认为 攻击能力比较强的 就是集成攻击 后面我们都会见证 另外一个指标呢 就是在图像识别领域 会用的比较多的 比如说 当然我们说到了 对抗样本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我生成的图片 跟原始图片 差距不大 人眼可接收 这是一个非常感性的指标 我们如何去量化这个指标呢 比较多的方式是用性造笔 通过性造笔这种方式 来对比原始图片 和对抗样本之间的差距 性造笔越高 意味着我的图像 失真度越低 图像质量越好 一般的理解是 如果我的性造笔 是高于20分贝 就是人眼 是可以接受的这种变化 如果低于20分贝 就认为人眼 已经可以察觉到 明显的失真 不过通常在我们使用中 觉得20 19 或20以上 都是可以接受的 不是太严格 比较理想情况 认为是20以上的 20分贝以上 它的失真度会比较小 另外一个指标 是衡量图像的 这是SSIM 这都是通过 正常的库可以获取的 它是用于衡量 两个图片之间的相似度 通常这两个指标 都会同时去使用 一般的SSIM 它是基于0到1之间 值越大 说明的相似性越好 一般认为是大于0.5 就是可以接受的相似度 这是我们针对国际上 主流的非中国的 四个云民台的测试结果 因为在中国讲 还是长一些国外的平台 比较靠谱 要不然我就 从一个先驱 变成先列了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实现的 都是我们提出的 攻击算法 然后虚线对应的 都是我们攻击的PE算法 就是一种标准基准算法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的12345 表明的是我的攻击不长 随着我的攻击不长的增加 我们看到我们的攻击的成功力 是越来越高 大概在攻击不长 在7和8之间的时候 主流平台我们都可以 相对超过90%的样子 就我们陶玉这块 当然介绍是我们的攻击的结果 同时呢 我们还要关注 这是我们图像生成的质量 大家可以看到 确实是PGD算法 相对于我们 生成的图像质量偏高 但是呢 我们都是大于20分贝 所以说在图像质量上 可以认为 我们两者都是满足需求的 但是 从图像相似度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蓝颜色的是 我们的攻击样本 绿颜色是基准的PGD 我们攻击的 生成的图像相似度 会明显地高于 传统的攻击方式 也就是说在图像质量 可以接受的情况下 我们的图像相似度 会越高 当台介绍的就是 从我们跟PGD 对比的结果 另外一个也被公认 效果比较好的方式 是集成学习 它在纯黑核攻击情况下 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所谓迁移学习 集成攻击是什么呢 比如我手上有五个 甚至十个开源的模型 我会基于他们 一个个生成对抗样本 最后得到一个功用的 这个对抗样本 我们理解就是 它的放化能力更强 因为我手上已经有 十个不同的模型 它都能攻击成功 我们会认为 它攻击别的模型 成功概率也会比较大 这个在纯黑核情况下 也就是说是 没有图像 预束理环节的时候 它的攻击效果 非常之好 所以说我们也把它 作为一个基准模型 但事实上的效果 却让人非常的意料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种集成攻击模型 它的攻击成功率非常低 基本上都在40% 和50%以内 无论我怎么增加 我了攻击迭来的次数 这里下面讲的是 迭来的次数 已经不是攻击不长了 因为通常这种集成攻击 是基于优化方式去做的 只有其中某一个场 能够比较好的攻击成功 我们其实猜想的 差距在于什么呢 就是跟纯黑核攻击相比 在云端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过程 就是图像一处理 在图像一处理的时候 会把我的图片 按照设置 随机的放大到一定的长度 一定的大小 然后会做一些去造 甚至于是随机的去抠图 在基于优化的 这种攻击方式 情况下 它生成的一些扰动 很容易被这种 图像一处理干掉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攻击云端 会比传统的攻击黑核复杂 在这个数据里面 其实也展现出来了 以前认为攻击效果 会比较好的 这种集成攻击方式 在真正攻击云端的时候 只对其中的一家 效果会特别好 其他吉他的时候 比如说像 Google Safari 还有亚马逊的时候 它的攻击效果就比较差 我们认为就是因为 在这三家的云端处理的时候 做了比较强的图像预处理 所以说 针对这种对抗样本 有比较强的过境能力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攻击图里面 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的攻击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比如在七和八的时候 都将近接近90%这块 也就说明我们这种 基于不长的攻击 在应对图像预处理的时候 我们的鲁帮性是足够强的 讲了那么多都是花把式 下面就讲我们实际生成图片 去攻击一个图像搜索隐形的时候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正常的猫 扔到图像搜索隐形的时候 它分析的结果是一种 当然我也不知道怎么翻比较好 应该叫英国长毛猫吧 差不多是那个意思 就是针对我们的原始样本的时候 是可以正常去识别的 下面就说我们一个攻击的样本 却把它识别成一个树 也就是说我们这种 非立项攻击已经成功了 但其实从人的角度讲 这两张图片虽然有差距 但不会影响到你的分别 注意一下 我说的图片指的是这个猫 不是说整个截图 我是就介绍猫这块 大家可以看到 从人的感官来上 两个图片虽然有差距 但是不会影响到你的识别 但是对于一个图像分类 或者说一个图像搜索隐形来说 就会产生分类错误的结果 从我们自己的推测来说的话 它图像搜索 并不是说是会把一个图片进行比对 而是说先把你的图像 生成一个标签 比如说这个是个猫的结果以后 我在根据我的图像库里面 有猫这个标签的图片会转向给你 所以说我们这种攻击云端的技术 在攻击图片搜索隐形的时候 同样会成功 整个攻击过程中 其实我们并没有假设 Google用的是什么样的图像分类模型 整个过程都是纯黑盒的 下面就是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点就是通过我们的实验 已经证明 在把模型保留在云端 这给人其实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至少在图像分类这个任务上 我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攻击 我在完全不知道你模型的情况下 通过我们这种替身训练 基于AutoDL的模型训练以后 我们的攻击效果 普遍达到了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了 一个纯黑盒 关键点是我们的查询次数 一共只有两次 第二点在于 这些把第二点已经说了 第三点在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种攻击 有非常强的通用性 并不是说是 我手上没有相同的开源模型 我就会攻击失败 从常见的猫狗识别 车辆的识别 到一些图像审核 我们都成功地进行了攻击 而且都是只是基于 Emarginal U训练的模型 所以这种攻击 有很强的通用性 我们总之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 就是其实你把你的模型 放在云端 你虽然认为 我有很多的图像一处理 你也可以认为 我的模型没人知道 你也可以认为 别人访问你次数很受限 不可能有人花一百块钱 访问你一万次 就为了生成一个猫狗的图片 但事实上你可以证明 通过我们的实验 这种攻击成本会特别低 同样可以攻击你在云端的模型 把你的模型保留在云端 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好 我的音量完了 谢谢大家